我們要帶你來挑戰一個 算是車友剛入門一個 還蠻多人想要挑戰的一個門檻 就是環小台北的路線 踩 踩 踩 今天的練車計畫已經來到了 算是應該兩三次了 接下來因為你的減肥計畫持續進行中 但是你自己騎有時候距離都非常短 所以今天這一集 我們要帶你來挑戰一個 算是車友剛入門一個 還蠻多人想要挑戰的一個門檻 是什麼 就是環小台北的路線 這個路線呢 我們現在在大直河濱公園 然後我們會繞著台北河濱公園之外 還會到南山路那邊 就是木柵南港 然後繞一大圈 變成一個額頭的樣子 烤鴨是 烤鴨烤鴨烤鴨 烤鴨烤鴨烤鴨 所以今天我們等一下 預計騎乘距離是67公里 那幾乎都是在河濱路段 只有一小段在南港那邊 會出到河堤之外 那那邊可能會有一點挑戰 那大部分就是想辦法跟緊我 今天就是練車計畫 所以等一下可能 不知道會不會很有趣啊 因為可能我會很認真騎車在你前面破口 那你今天要跟上 好okok 了解 沒有問題 那我們67k的訓練計畫環小台北 出發 GoGo 4個角色 1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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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角色 2個角色 4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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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坡開始 總共有3公里 3公里的爬坡 這段路線啊 應該是我們整個環小台北當中唯一有挑戰的 其他都是平路 所以你就認真騎 然後不用講話 觀眾會靜靜的欣賞 你在爬坡的這段時間有沒有進步 第一手的爬坡秀 已經爬了300公尺了 還有2.6K 全部都起來了 對啊 到了山上你看 現在這邊天氣也涼爽了 沒有那麼熱 這邊算是所有環小台北路線當中 唯一一個具備挑戰的路線 因為其他地方都是平路 那這邊的好處就是等一下 騎到山頂之後會有一個很長的下坡 大概3 4公里 一路滑到木柵 算是最爽的一段 太棒了 剩2公里了 好爬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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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魚爬山已經剩100公尺了 OK了 1.8公里爬100還可以啦 平均坡度只有大概4到5%而已 分享一個很好笑的東西 我們昨天也有練車 然後 昨天天舞公里走的腳啊 就很碰碰練條 然後我今天早上來 看到他的腳還是長一樣 我就問他 你昨天是不是沒洗澡 你自己看他的腳 我有洗澡 兩個腳 而且你進我房間的時候 我覺得超臭的 屁啊 你真的有洗澡嗎 你不要看到這個後來才編故事好不好 不是 那有人洗澡 然後那個鏈條洗不乾淨 你是有沒有洗乾淨 你到底怎麼洗的啊 我很胖到看不到下面啊 你是水沖完就出門喔 我還洗兩次耶 那你有那種煩惱是 看不到自己腳趾頭嗎 看到腳趾頭啦 那老二呢 看得到 屁啦 你的沒有往內縮嗎 感覺應該有啊 我是狂籃啦 加油 剩1.6公里了 請拿出你的爬坡本力 本事 剛講完就落在 拆 拆 再進檔 下坡快一點 不然你上坡就很吃力了 踩 踩 踩 用你的下坡力量是帶 嘿 到山頂了 要下坡了 下坡就 木炸箭了 好 就一路一直走了 安全第一 好 下坡開始 我喘一下 注意路況 我的手 我喘中了 我喘中了 剛上 手 我喘走 你測了 我第一次吃耶 深坑臭豆腐像是花生醬的味道耶 本來沒有這一站耶 因為你剛在那個南山路騎的 停了好幾次 看起來已經 那個麵黃肌瘦嘴唇發白 看起來已經快要已經餓死了 你是不是也吃東西 今天只有 吃一根小黃瓜 吃一根小黃瓜幹嘛沒有用啊 我們今天趕快補充一下蛋白質 等一下繼續上路 多吃一點 好 好 好 睡著沒什麼 要人生 我是 人生 incredibly 香 沒電了沒關係 我今天特地帶了這個小包 因為我們要騎有點遠 67公里 然後我們今天要騎河濱 所以沒有那個同事可以幫我們拿 設備、電池、機卡 還有備用電池都在這裡面 來吧 機卡給你 還有電池 感覺如何 我們這一段都是算順風段 所以其實騎乘起來的速度 比去乘還快很多 你會發現你的瓦數不會太大 可是時速都大概35 還是猜起來很輕巧的感覺 沒錯 我們現在已經 剛經過了馬場丁 大概已經騎了 目前40公里左右 距離我們的終點 還剩下20k 還剩下20k 抵達大稻埕 終於 終於 終於它可以休息了 它已經快受不了了 我們現在騎了47k 47公里 距離我們的里程 還有最後的20公里 最後一段了 20嗎 對阿 我們總共是67k 所以還剩下20k左右 我們已經騎到快天黑了 這個進度有點落後了 所以我們要趕快休息一下 屁股動一動 繼續前進 還有20k 加油加油 上面好紅麻喔 屁股好麻啊 最後一段了 攝子島 鳥頭公園 對啊 當然寫的很像鳥阿 攝子島 鳥頭 島頭 最後一段了 攝子島 GOGOGO 剩下最後16公里了 騎乘到現在已經6點27分 6點27分喔 沒錯 但是 我已經早就預告好 我們會騎這麼久了 雖然我們里程已經剩下不到10公里了 我們現在已經在 你看那邊 就是焚化爐 北投焚化爐 所以我們其實距離大直橋已經剩下不到10k 那我早就料到我們會騎太久 所以 車燈 先開起來 不然我覺得等一下的路段 先開起來比較安全 沒錯 讓它開成那個持續亮的 對 然後屁股的耶 屁股有亮喔 OK 我們今天有帶這個擋泥板 對啊 不錯喔 我跟你講我們已經剩下最後8k 天雖然已經快暗了 但我們想到你在天黑之前趕快回到大直橋 就8k了 好 加油 最後一段了 已經騎了60k左右 現在不到8k 有了 媽媽的 沒有那麼多理由 好出發的 有了 我想一下 快點 20k 是 可惜 �도 多寡 你 終於抵達 終於到了 終於騎完了 真的我騎到快生氣了 菜太久騎好慢喔 我真的是騎到屁股超痛 然後中間一度又停下來 但還好最後完成了 看一下67K我們的小丫頭 終於完成了 環小台北應該你第一次騎吧 你騎起來心得如何 前面其實 從山坑下那個木柵的時候 其實那個 下坡都很順 騎起來好像很快 可是到回程這段路 就開始逆風 騎得超級吃力 騎那個社子島島頭公園 完全踩不動 然後屁股很痠 然後一直想下車 然後我就一直藉口 要拿下我的太陽眼鏡 然後就休息一下 其實我們剛剛 不知道Fan已經沒拍到 我們在大道程已經多停了一次 然後那次算大休 已經大概停了十幾分鐘 剛好我也沒有水 所以我就去買水補充一下 但那個時候的休息 已經算是 我自己認定的最後一次休息 讓屁股緩和 因為其實我們騎乘的距離 沒有到非常遠 但我覺得是因為 最近以來 你可能訓練量不太夠 就是太久沒有認真練習了 所以接下來 希望每一次你至少 在腳踏車上 都可以一個小時以上 因為今天我們總共騎了 三個小時08分 才騎完67公里 所以總時間其實 騎了滿久的 但是我覺得 還OK啦 畢竟是 百K之後的 第一次比較長距離的訓練 但接下來 應該陸續會越來越多這種 就是讓你 體能 可以慢慢進步 然後也會加入跑步 還有肌力訓練 就是我們全方位的 讓你的肌肉 讓你的肥肉 轉換成肌肉 好不好 最重要的是 今天這一集 我們要感謝我們的乾爹 TOPIK 好我們剛剛騎完環小台北了 那大家應該有發現 我們在坐墊下方 裝了一些不太一樣的東西 因為如果以往 我跟學生 或自己出去騎的話 就是不一定 車上隨時會有 就是保母車跟著我 我通常會自備一些 就是換胎工具 放在這個坐墊包下方 順便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覺得這是我最近使用下來 非常喜歡的一個系統 就是TOPIK 他們新出的這個DoorFixer的系統 那這個系統呢 就是最主要它強調 以往在坐墊下方 你可能只能選擇 一個東西來放 要嘛是燈 要嘛可能是一個坐墊包 那這個系統呢 還有上下兩個插槽 它就可以放出 很多變的各種變化 那像我現在設定 是一個車燈 這邊可以打開給大家看 這邊就有車燈 然後車燈這邊其實是可以拆卸的 好我把它拆卸下來 按住鈕之後拉出來 它就可以變成是 單獨的一個車燈 那像這樣就可以 依照你的需求做變化 那我們把車燈拆卸下來之後 它上面那個軌道現在是空著 那像台北最近很容易下雨 你就可以加裝像這樣的擋泥板 因為出去騎車 如果這些沙石碰到身上的話 車衣有時候洗不太乾淨 那下面這邊可以看到這個溝槽 就可以直接卡進去 所以我們等一下在這個Dorefixer系統上面 這個前面的插槽 像這樣把它往內 推進去 卡住 OK 就這樣完成 我的後面就加裝了像這樣的尾翼 那在騎車的時候 我就不會有這個水噴上來 導致我車衣被噴的全部都濕的這種狀態 那下面這邊也是可以做更換的 我把這個坐墊包拆下來給大家看 這邊坐管打開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按鈕 按住這個按鈕之後 往外拉 坐墊包就下來 所以我這個坐墊包是一個可拆卸的狀態 那我再演示給大家看 像它原廠附的這個 擋泥板的這個系統 就上下有兩個 你可以在上下做一個交換 所以你也可以把擋泥板裝在下面 我現在這樣改裝 有沒有很像以前在國小的時候 會改裝超多個這個擋泥板 它在上下就有兩個位置可以使用 OK 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平常坐墊包當中會放一些什麼 我其實平常出去外企會帶的工具吧 那這種坐墊包通常就是 我一定要帶的就是口罩 打氣筒 氣瓶萬用的小工具 那這種小工具啊 裡面就有各種 就是各個尺寸的六角板手 挖胎棒 一個新的內胎 這是我平常大概 坐墊包當中會放的一些器材 最重要的就是 我還是會帶一個車燈 因為在有時候騎車騎到晚上的情況下 車燈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那我也加裝了一個 就是像這樣的打氣筒 它就放在這個水壺架旁邊 那這個水壺架旁邊 打氣筒就非常方便 你真的有狀況的話 隨時要打氣的話 一定需要一個像這樣的打氣筒 那它是髮嘴跟眉嘴都支援的 也是他們新出的產品 我覺得這很OK 重點是啊 它這邊有一個換氣的頭 你可以直接把氣瓶卡在這上面 就可以加速你這個打氣的速度 推薦給你們 旁邊的手 抬 Hal野 你真的可以拿去 抬 Hal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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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